着眼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克星文 我是婉伦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半导体相关 美国晶片巨头intel将推迟在德国建设巨型晶片工厂的计划 并寻求更多政府补贴 在今年早些时候 intel宣布将在德国的马格德堡投资 170亿欧元约190亿美元在欧洲建设大型的晶片制造厂 预计在2023年中开始施工 德国政府承诺提供68亿欧元的国家援助 但根据德国当地媒体报道 建设成本已经上升到200亿欧元 而且intel已经决定延迟工厂开工 并希望德国政府增加补贴 虽然推迟还没有任何官方说法 但是在周六的声明中提到 自从马格德堡的建设计划传出后 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声明中intel宣称因为地缘政治扩大 半导体需求下降 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这是不是意味着高昂的能源价格 和低迷的市场威胁着更多晶片建设呢 更多资讯都在财经及时通以及客新闻 我是婉轮 客新闻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嗯 对案子 嗯 我没必说